2020年2月25日 现在是23点 刚接到消息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逝世 穆巴拉克是我很熟的一个人 我熟 因为当时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只有一个摄影记者 平常文字记者未必到场 而我任何穆巴拉克活动 我都得到那去拍照 埃及的国旗是一只鹰 那只鹰叫霍鲁斯 是地狱之身奥西里斯 和女神Isis 共同生的儿子 那儿子是个阴阳眼 是埃及国旗生的鹰 是埃及航空公司的鹰 是埃及国会生的鹰 也是穆巴拉克总统卫队的符号 我进总统府的记者证也是那个鹰 那只鹰是个阴阳眼 所以叫I of Horus Horus H-O-R-U-S 我知道一个中国人 是我的同学 就是古开来 他的信箱就叫Horus之鹰 叫I of Horus 就是那只鹰的阴阳眼 穆巴拉克是农民出身 他们家是埃及的曼努菲亚省 曼努菲亚省在下埃及 所谓上埃及 就是埃及的南边靠近苏丹 尼罗河从苏丹流进埃及 越往北流 越叫下埃及 最后流进地中海 埃及这个国土96%都是沙漠 西边是利比亚 就是撒哈拉沙漠 东边是阿拉伯沙漠 过去西奈 就是沙特阿拉伯 撒布地阿拉伯 全都是沙漠 埃及是个农业国 埃及肥沃的农田 主要是靠尼罗河两岸 我画一下你就知道 尼罗河是从南西 从南向北流 流到开罗开始分岔 一岔朝拉西德 一岔朝塞德岗 塞德岗流 这就是开罗 在朝拉西德方向 有一个省 叫曼努菲亚省 大概在这儿 这个穆巴拉克就是这儿的人 穆巴拉克28年生 所以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是龙梅尔 和英国蒙特嘎玛瑞 和英国蒙哥马利 打阿拉曼战役的时候 这对卡扎菲 对萨达姆 对阿拉伐特 对穆巴拉克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所以他们都知道 现代战争中最重要的是 坦克跟飞机 49年 穆巴拉克从埃及军事学院毕业 从开罗毕业 毕业以后 一年 他又从空军学院毕业 一毕业 就到苏联去留学 他先后三次去苏联留学 在苏联学的就是苏联飞机 埃及在中东 是不结盟国家开始 因为像埃及 南斯拉夫 印度 这些国家正好处在冷战 就是西方和东方 就是美国跟苏联 或者说就是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那条线上 他们开始都是不结盟的 埃及 1952年推翻埃及的法洛克国王之后 第一个上台的总统叫纳塞尔 纳塞尔 意思就是胜利的意思 纳塞尔之后 他就在1956年 把苏联社运河收归国有 中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周恩来给了好多现金 我不记得多数数了 我在我钻进了基斯坦那本书里边 写了详细的书 中国是1956年和埃及建交的 埃及是第一个跟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 也是第一个跟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现在一共有22个阿拉伯国家 所以埃及跟中国的关系特别 埃及一直是中国最好的盟友 中国驻埃及的大事是副部级的 就像驻美国 驻苏联的大事一个级别 穆巴拉克他自己是留苏的 他的媳妇特造 他媳妇是苏珊 苏珊是正好是美国派的 美国在中东办了两所大学 一个叫贝鲁特美国大学 一个叫开罗美国大学 美国大学有极好的教育 完全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中国驻外的人 使馆的文化处的新华社 全把自己孩子送到开罗大美国大学 或者贝鲁特美国大学去接受教育 所以穆巴拉克和他的媳妇 他自己就是彻底苏联化的一个人 而他媳妇又是美国化的一个人 他媳妇苏珊给他生过两个儿子 穆巴拉克是靠军功晋升的 开始出名是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 那会儿他好像是空军的参谋长 先是空军学院的院长 后来是空军参谋长 所谓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就是以色列国家管这个叫六天战争 六日战争 或者叫六五战争 就是1967年的6月5号 他们用几天时间就把这埃及给打敷了 把埃及叙利亚伊拉克 把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打敷了 这时候穆巴拉克 他们就开始从苏联进口飞机 主要的飞机有最早是米格15 米格15就是朝鲜战争的时候 米格15 米格15比斯 米格17壁画 米格19农夫 米格再往以后是米格21 就是那个三角翼的那个飞机了 为什么都叫这怪名呢 北约把苏联的米格飞机都用fighter 就是那个战斗机fighter 用F打头的字外号 所以米格17叫壁画 米格19叫farmer 叫农夫 米格21叫fish bite fish 鱼床 叫鱼床 其实更翻译鱼窝好 穆巴拉克有句特著名的格言 叫一切胜利 依赖于严格保密下的持续的闪击 所以第四次中正战争 就是1973年10月战争 这种是阿拉伯的摘月 摘月他们叫拉玛丹 是拉玛丹 是他们的摘月 而且他挑的打伊拉克 打那个以色列这一天呢 是以色列的输罪日 输罪日按照宗教传统是不能打仗的 输罪日在以色列 是专门的一个节叫Yankipu Yankipu就是输罪日 这天的前一天 穆巴拉克做了巨大的伪装 假装要去到利比亚去 还制定了一个计划 叫利比亚行动 弄得挺热闹 实际盛事 他在这天晚上就潜入 冲击出发阵地 然后他担任叙利亚 约旦 埃及 就那些阿拉伯国家 共同的联合空军的总司令 对以色列进行打击 主要是 北边是西奈 不是西奈 就是格兰告地 格兰亥 最主要打击的 就是西奈半岛 这次战争 埃及呢 几乎把这个西奈半岛给收回来了 这次战争 那个 穆巴拉克成了 埃及的英雄 以后 萨达特被刺 穆巴拉克 就成为总统 他在81年当总统 到到2011年吧 81你算了 当30年总统 再往以后 我就不知道了 我认为穆巴拉克的政治生涯 是跟冷战结束有重大的关系 海湾战争以后 由于没有苏联了 海湾战争才爆发 海湾战争一爆发 萨达姆 叙利亚 利比亚 这些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国家 都在中东就立不下去了 因为 伊拉克叫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主义 利比亚叫绿色社会主义 伊朗叫大欧雅图拉或梅尼社会主义 叙利亚呢 也叫民族复兴社会主义 所以这些国家就都 都叫republic republic在 在柏拉图那叫理想国 或者叫乌图邦国 在中东还有另外一个跟美国同样的体制的国家 就是以色列叫state 你看美国叫united states 像无数个以色列这样的state 联合在一起就成了state 而那些republic也是一个一个 他们曾经组成过阿拉伯国家的联盟 就利比亚埃及什么什么什么 也门什么都组成过同一个国家 现在还能在他们国家上能看出他们 颜色是一样的 说明他们曾经是一个国家 也想不起来说什么了 对穆巴拉克的世事表示哀悼 91岁的老人 经历了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经历了冷战 经历了几次中东战争 是跟我同一时代的人 最后的老人的老人 中后的老人